今次的主題是一個爭議性的主題 因為牽涉到基督徒 可否失去救恩 是否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這個問題 看經文有頗多的經文 很清晰 其實這裡我不是列出所有的經文 這裡是列出一部份出來 我首先看經文 再講為何若漢家二汶 為何他會推行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的教導 我們一起讀希伯來書六章四至八節 論道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墳 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各五來世權能的人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新奧悔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就如一塊田地 吃過履次下的雨水 生長菜疏 合乎耕種的人用 就從神得福 若掌經激和疾勵 必被廢棄 近於就座 結局就是焚燒 我們現在一直都用這個PowerPoint 一直是跟著經文的 我們跟著裡面所說的 論道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這個光照是聖經有其他經文都說到 光照即是被神的聖靈感動 這個人是被神的恩光改變他以致能夠得救 所以這個其實是說到得救的 是蒙聖靈的光照 然後尚過天恩的滋味 尚過 下面也有尚過 第五節有尚過 就是經歷過 經歷過 享 taste 英文用 taste 即是是試過 試過甚麼呢 天恩的滋味 這個恩的字是gift 是禮物 就是神的禮物的滋味 尚過神所給的禮物的滋味 那怎樣尚過神的禮物滋味呢 即是我們信耶穌怎會尚過呢 就是當我們信主會有平安喜樂 我們會有力量 有神的感動改變生命 那就是尚過神的恩典 由於聖靈有份 有份這個字英文亦是partique 即是參與 有份 分享 於聖靈有份 即是聖靈在他裏面做過功 有上過神善道之味 就是神話語的滋味 那這裏的覺悟是原文沒有的 那如果大家看下底的英文 你就會發覺他意思是甚麼呢 上過神善道之味 和來世權能的人 其實是沒有覺悟的那個字的 就是誠過神善良的滋味 和來世權能 來世就是將來我們的新天新地 一個永生的權能 神的大能 神的能力 嘗到神的能力的滋味 即是嘗到神的滋味 和嘗到將來天國的能力 神的權能有甚麼呢 譬如趕邪靈 改變生命 將我們裏面的黑暗的東西拿出來 這些都是神的權能的能力 這裏說了很多東西是挺清楚的 是重複說了好幾樣東西的 就是給神的靈光照 嘗過 嘗過 天堂的滋味 屬於神的滋味 有參與過聖靈 聖靈感動過他 有試過神的話語的滋味 又嘗過神的權能的滋味 如果有人只是知識 譬如說未真信 他不會嘗到 他不會蒙光照 因為光照是說到他人 他裏面本來是黑暗的 能夠蒙神的光照 而且他不會嘗到神屬天的滋味 即是他只是知識 他不會嘗到 他亦不會得到聖靈在他裏面 聖靈在裏面 即是他有聖靈活著在裏面 即是他曾經有聖靈活著在裏面 又有神的善度 以及經歷過神的權能 這樣的人 如果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重申奧悔 即是他可以離棄道理 即是根據經文 其實這個經文是非常清楚 因為講到很多方面 他是經歷過神的作為 經歷過聖靈的作為 經歷過神的話語 以及屬天的滋味 然後他就離棄道理 這裡我們的顏色 紅色就是因典 上面是全部神的工作 所以是因典的 上個是他本身上個所謂的綠色 黃色跨著只是重點字 即是說這些是重要的字 藍色就是紅色的 相反就是犯罪 懲罰 他就離棄道理 他犯罪 就不能叫他重申奧悔了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一個神學的問題 就是一個人他信了主 他如果離棄了神 是不是他以後不能再得救 在這個經文所講的 另外有人在希伯雷書第十章 也有說到 故意犯罪 再沒有這個贖罪 在希伯雷書 我這裡就沒有列出這個經文 而那裡說到其中一個罪 就是洩毒聖靈 如果大家在希伯雷書第十章 有看到這個經文 但我們現在這裡沒有列出來 有些人就覺得這兩個經文 類似是說到不僅是離棄道理 而且他是洩毒聖靈的 他就不能有機會再得救 但我們不能夠判斷 哪個人真的犯了這個罪 有些人他離開教會一段時間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離棄了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判斷是很難的 但有兩個經文給我們一個鼓勵 一個是約翰福音十六章第八節 那裡就說聖靈來到 就叫我們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就是聖靈叫人自責之罪 第二個經文就是 《歌人多詞語》十二章三節 就說到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為耶穌為主 我們稱為耶穌為主 就是仍然有聖靈的感動 有些人說 我曾經離棄神 會不會我不得救 我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仍然會知罪 你想耶穌救你 你信靠耶穌 就是聖靈沒有離開你 仍然得救 但依然這個經文是有一個真實的警告 我們要分清這件事 就是說那個人他有離棄過 到底離棄了還是離棄了一部份 我們不知道 我不會判斷 不過他依然會有悔改的心 想耶穌救他 就是說他依然是有聖靈在裡面 他依然是得救 但是同時 我們告訴別人 你不要隨便離開神 因為你可以犯了這個罪 可以是不能夠再得救 為什麼不能夠再得救 他自然裡面已經乾硬了 因為他已經 即是說他已經乾硬了 沒有聖靈的感動 他直接是不會再知罪 不會再悔改 不會再想耶穌救他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 已經失去了救恩 即是不能夠再得救 這個經文所說 這些人離棄動你的時候 不能夠再重生懊悔 即是說他沒有機會回頭了 即是真的完全離開那些 到底是否連希伯律書十章說 包括虧獨聖靈的罪在裡面 我們不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人問我 牧師 我真的試過否認耶穌 我真的離開耶穌 有些人試過 我試過 他說一些奏罵說話 又奏罵耶穌 又試過奏罵聖靈 他說我還能否得救 那我就說 如果你仍然知罪悔改 你真的想耶穌救你 仍然是聖靈在你裡面 沒有丟下你 你仍然是可以得救 不過你以後就不要隨意這樣做 有些人因為他 一時衝動 他會這樣爆出來 到底這個涉毒聖靈的罪 是一時爆出來 還是那些人刻意 刻意地做 那麼耶穌說試讀聖靈的罪 是何時說呢 就是他趕鬼的時候 那些法利塞人就說 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耶穌就說 如果我進壯士的家 如果不是我綁著壯士 我怎能夠搶奪他的東西呢 我能夠搶奪他的東西 我能夠趕邪靈 即是說 我已經捆綁邪靈 還有 魔鬼的角度不會自想殘殺 如果我是魔鬼派來的 那我又趕魔鬼 那就是自相殘殺 那國就不能立得住了 所以耶穌就說 我不是靠鬼王趕鬼 然後他說 如果我靠著神的靈 就是神的國度已經臨在了 然後他跟著警告他們 虧獨聖靈的罪是不得赦免的 即是你們不要隨意 就說這個就不是出於神的 這件事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這是一個警告 但是有很多人 我認識過一些人 就是怎樣呢 他們就會說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夠 那我就說 你真是悔改 你想耶穌救你 你會擔心你能不能夠 那你依然是能夠救的 當然我們盡量盡一切的努力 不要故意犯罪 希華羅斯十章 我們就說到故意犯罪 這裡就說到離棄道理 就不能夠再重申奧苦 因為他將神的兒子 重釘十字架 明明羞辱他 即是說這裡說出這個罪 為何這麼嚴重 因為耶穌明明為他已經死了 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他去拒絕耶穌 那時候就好像將耶穌重釘十字架 去羞辱他 就好像一塊田地 吃過屢次下的雨水 這就是形容 這個形容就是有些人聽道 已經受了神很多恩典 這個雨水可以代表神的道 亦可以代表神的恩典 屢次下的雨水 很多恩典 神的壞語 應該是生養菜疏 合乎耕眾的人用 這時候就能夠從神得福 即是他一直結果子 但如果長經濟疾磊 便會必被廢棄 即是他將會被廢棄 如果他一直都不結果子 聖經也有這樣的經文 說到不結果子的樹就撒 撒下來丟在火裡燒了 聖經有不同的經文說到 亦有一個耶穌說的比喻 有一個人種了葡萄園 種了一棵無花果樹 怎知道無花果樹 總是不結果子 他就想將它斬掉 但管員說 麻煩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加點肥 然後看看他還會不會結果 如果他不結果 就撒下來 聖經是有警告 如果人真的完全不結果子 他就可以不得救 我們不是靠結果子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信靠耶穌 但信耶穌 他的生命一定有果子 果子包括甚麼 你感謝神已經是果子了 心真的喜歡神 歡喜神 會榮耀神 說到神多好 遵從神 這些全部都是果子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生命了 但如果他完全沒有生命 這樣的時候 在中文翻譯 就是近於咒座 但如果大家看過英文 我下面有寫英文 The curse is near 近於咒座和The curse is near 是兩種東西 The curse is near 即是咒座很近 但如果是近於咒座 就almost cursed 即未咒座 不過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中文翻譯不是那麼好 近於咒座 好像快來咒座 但為何知道下地是咒座 結果是甚麼呢 焚燒 所以知道是真的咒座 不是快來咒座 是真的咒座 所以上面的經文 很清楚地說到 經歷了神那麼多工作 依然離開神的時候 是可以 是不得救的 根據這個經文 真的完全的離開是不得救的 這個經文的警告我們要小心 但當有人說擔心的時候 我告訴你真的悔過的時候 可能你未曾真正的拒絕 或者真正的蝕毒聖靈 我們鼓勵他們繼續信靠耶穌 你依然有種信靠耶穌的心 有種感激神的心 證明聖靈仍然在你裏面做功 這就是根據 約翰福音16章8節 以及哥林德前書12章3節 關於這星的經文有問題嗎 這個經文就讓我們看得到 原來一個人是可以失去救恩 是很清楚的 有電腦那裏 麻煩你給我按一按 現在沒有反應 好 提摩太前書4章1節 我們不如一起讀吧 聖靈名說 在後來的時候 必有人離棄針道 聽從乃人有人的邪靈 和鬼魔的道理 這個經文也說到聖靈明明地說 在後來的時候 必定有人離棄針道 離棄就是離開了 是放棄了離開了這個針道 聽從什麼呢 人有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這裏有兩樣不同 有人的邪靈 這是形容詞 這是名詞 聽從邪靈 簡單地將形容詞拿走便可 聽從引人的人邪靈 將引人的人的人邪靈 那就即是聽從邪靈 還有鬼魔的道理 鬼魔的道理 鬼魔的道理是 鬼魔的音容詞 離棄和聽從道理 這裡的意思是 他在聽從魔鬼 和他道理 大家可否聽得來 提到 這個名詞就是邪靈 這個名詞就是道理 就是說有人會聽這些邪靈 以及这些道理 现在世界上很多这些邪恶的道理 譬如东方闪电 现在改名为全能神教会 它有很多名字 他们现在网上有很多名字 拖到不得了 如果你怀疑的时候 你就真的小心 如果不肯定你问我 我都列出他们有些不同的名字 未必是全部的 不过看一看就会看得出是全能神教会 这些都是引诱人离开真道 比如有些说保罗不是众神而离 总之不同奇言古怪的教导都有 有些甚至自称是基督也有 那些人离弃真道而听了这些邪灵 以及听了那些道理的时候 真的离开了真道 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一起读 我是公黑己身 叫身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弃绝 即是被神所弃绝的 我们在这里客户里有 就是说我在上高也都有 就是说我在上高也都有 我的情绪 我的罪 我的不好的事 我要处理这些事 叫身服我 叫我的肉体顺服我 叫我不要顺从 比如怒气 顺从罪 顺从自然的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 就是会生气人 不喜欢人 不饶恕 我是否真的钉死我自己 处理我生命 叫我欲身服我 恐怕我全方克比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被神拒绝了 弃绝了 所以这里讲到他是可以有这个危险性的 当然保罗是神所挑选的 我讲讲到底 我现在还没看完经文 其实这个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他的看法和选民一直得救 救到底这个观念是两样东西 我想讲清楚一点 选民神所拣选一定得救到底 神所拣选的 但问题是 加尔文定义哪些人是选民 他就说你一次信过 你就是选民了 就是他的定义 就是说他的定义是这样的 他说神的旨意是最高 他的神的旨意是最高 神说了这个人得救 他一定得救 神感动他 他是不能抗拒的 他不能抗拒 当他信了耶稣 一旦信了 他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即他未信也是 神拣选了他 他一定会得救的 但我们看到圣经这么多经文 是说到人可以离开神 但圣经又说到神的选民 神所拣选的是没有后悔的 神选民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但哪些是神的选民呢 他的定义就是信过一次 而根据圣经 我们就觉得这个选民是哪些呢 是一路信到底 忍耐到底那些就是选民 即是说一路信耶稣到底那些就是选民 如果只是一时信的 耶稣好比喻 马太十三章 那里有讲到这个杀种的比喻 讲到有些人落在浅土 他就很发芽很快 这个神的盗在里面发芽很快 不过没有根很快就死了 然后跟着就有杀在那些荆棘那里 他也生过 不过被那些荆棘勒死了 即是他们也生过 所以耶稣是有讲到 那些人生过的 然后他们死了 所以是有人曾经得救 但他是后来失去了救恩的 然后《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一起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光硬了 这里讲到你们要谨慎 基督徒要做的就是所谓的绿色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 这是蓝色 即是犯罪的 如果你买了这些颜色笔 你可以用你本圣经来记录 你记录习惯圣经有个好处 就是你会分析 看经文会分析 那你就会更加容易明白圣经的 那你就将永生神离弃了 因为他的恶心离弃了 后面解释到离弃是怎样离弃了 他说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 仍然有今天的日子的时候 就大家劝对方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光硬了 就是有人的心光硬了 这个离弃也是很清楚的一个字眼 for sake 即是放弃 放弃了神 这样的时候 在第九点我写了一个解释的 希腊文就是G868 就是离开拒绝和禁制关系 就是停止关系 不再有这个关系 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了 离弃 将卫生神离弃 就是不信的恶心和罪 就引致他离弃了神 所以在以上经文很清楚 是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而这里我将以上经文 神的属性写出来 我们一起读一读上面那一行 神光照人和叫人重生 天恩 圣灵 圣道 神权能是可经历 神是圣结公义 他按公义审判 神是不能轻慢 神是会光照人 即是他进入人的心中 将光明照在他里面 将黑暗拿走 将他这个人由光明那里救出来 就叫人重生有新的生命 可以经历到属天的恩典 圣灵和神的道 和神的权能是可以经历的 即是神的属性是可以经历的 而神的慈爱一方面 就是圣结和公义 他是会按公义审判的 很多人不喜欢神 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神是公义 是会审判的 他就想神是一个 只是恩典的神 他不接受到神 也是会审判的 因为他公义 圣结 有任何罪 他不能容忍到的 还有神是不能轻慢 神是不能轻看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说我随便犯罪 或者冒犯神 做一些冒犯神的 神明明吩咐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去遵从了 也有很多人分享 神呼召我做什么 我都没有回应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但其实如果我们深信 神是最大的祝福 一定祝福我们 神吩咐我做我一定去做 因为这个就是最好的计划 走在神的路上是最好的计划 下面一行一起读 圣道和圣灵像雨水 叫人结好果子 神能叫人攻克己身 性过罪恶 神感动和警告人 归向他 神掌握世事和末期 就是神的话语和圣灵 好像雨水叫人结果子 即是他进入我们的里面 因为《圣经经》有说到 吃过旅餐的雨水 应该结好果子 但他们没有结好的果子 圣灵和圣灵 他说在人的心中是会产生好的果子 但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 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他初信主 也有很多人有平安喜乐 即是有平安喜乐 有感动 但是久了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犯罪干硬了 他又觉得不重要 他又不觉得需要继续亲近神 慢慢的心就硬了 就麻木了 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不要那么认真 就是觉得有些人那么认真 他就会一种 就是心硬的情况 就会觉得很多人都过大了 有什么所谓 很多人都不回聚会 很多人都不看圣经 都不祈祷 那我不做有什么所谓 就是这种风气影响很多 基督徒 他们就没有结果子 但是真的很多人信主 他立刻说很有感动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有很有感动呢 因为他初信主的时候 他因为本来没有圣灵 一圣灵一进来 立刻觉得很平安兴散 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看一些见证 星火飞腾 和恩义之星那些见证 还有也有普通话 和国语 和英文都有很多 英文是超多的 有很多人说到他如何 很多烦恼很烦恼 然后他一祈祷 他第一次祈祷 立刻平安 这是很多人所经历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 神是可以经历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软弱了呢 第一就是他没有亲近神 第二就是教导 教导觉得犯罪不重要 我刚刚听了一个出名的牧师讲道 我不说他叫什么名 他就这样说 他说总之你信耶稣你就得救 你就算有犯罪你也得救 他这句说话 他说因为得救是本乎因的 是因典来的 不是我们要救好才得救的 他这句说话有可以是对又可以是错 怎么叫对又是错呢 譬如这个人偶然犯了罪 接着他悔过求耶稣赦免 神真的会赦免他的 他偶然不硬 但有些人说 神也会赦免 不要紧了 我又包二拉 看到女人这么好 我离婚 我又做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偷钱 甚至有些人真的在教会偷钱 不要紧了 我求耶稣赦免 我现在暂时的钱很紧 我偷了先 以后再算 这样的时候 他又不悔改 或者他一路跟家人的关系不好 一路得罪他们 这样的时候 他是可以失去救人 因为他心里肛硬 而这个牧师就觉得 总之信耶稣得救 你总之信就得救 无论你的行为如何 这句说话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加勒太书》第五章说到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算是奸淫 污慰 邪当 醉酒 荒宴 疾渡 纷争 扰乱 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句说话很严重 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要告诉别人 犯罪很严重 这个牧师说什么 他说你主理罪是成性的 你得救就是悔改信耶稣得救 然后你成不成性 你未成性也不要紧 总之你应该向我去 不过你未到也不要紧 你还是得救 这句说话我觉得一定要解释清楚 如果这些人仍然有悔改 他尝试去改 他仍然有生命 如果他说神都要赦面了 不要紧 我做什么都不要紧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说得很清楚给别人听 这些人是否清楚 就是说犯罪是可以失去救恩 当一个人真悔改 他就算未完美都可以得救 他尝试去改 但他一定尝试去改 不会说每天都骂人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每天都去看色情的片 然后就说求主赦面 然后第二天又再看过 每天都是这样 求主赦面 第二天又再看过 这样的时候 他到底是否真的悔改 他不是真的悔改 他可以不得救 所以不能够说 总之你信耶稣 他说你信不信 我信 那你还是不是看色情片 还是不是骂人 还是不是骂人 还是伤害人 不要输人 这些不处理得很难 这些不处理得了 我总是信 这样的时候 圣经是有警告的 圣经是有经文警告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 还有说到 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真理的时候 又说到 你真的做不到 但是你求主赦面 你又求主帮助你去处理罪 神一定赦面一定救你的 总之人一定真心悔改 他真的真心去改 有些人就不是真心改 为什么呢 不断以他不是真心去做的时候 他可以不是真心的悔改 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这个人清楚 但是很清楚一件事 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重复说 得救是本乎因 值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 也不是出于行为 不是出于行为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可以引致一个人失去救恩 好了 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关于以上所说的 我已经听过他这样说 他说没有人完美 那你怎么追求完美呢 我说他这样说 我们不是完美 我们不是追求完美才得救 但一定要知道我们有罪 所以我会悔改 我也会尝试去改 这个就是生命的表现 你有真正的生命 你就会知罪 你就会悔改 你会信靠耶稣 你会尝试去改 这个就是真正得救的人的表现 如果没有这件事的时候 觉得犯罪不重要 都做不到 反正都做不到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 有一个叫因典福音 现在有一个因典福音的教导 就说到不重要的 你做什么都不重要 总之在因典之下就有危险性 好 接下来就是神能够叫人 攻克己身 胜过罪恶 就是说我们需要处理生命 譬如你常常怒气 常常在情欲 或者常常在想钱 总是在这些罪恶的捆绑之下 神能够给我们的能力 去攻克己身 叫身伏我的 胜过罪恶 也都要神感动和警告人归向他 圣经有恩典的说话 也有警告的说话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圣经是有一些很严重的警告的 不结果子的事就砍下来 丢了火里 是真的严重的警告 所以我们有警告 但是基督徒最好 就不是因为警告所以不犯罪 而是说走神的路是最蒙福的 神的计划最好 所以我愿意走神的路 我同时也有警告 在我里面最主要的动力 我不是说死了 如果我犯罪我又落地獄 我不是这样 因为我真的努力去跟从神 我是说我跟了神 我走到完美的计划 我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神就会祝福 我可以祝福更多人 是最值得这样生活的 这是我的动力 还有神那么爱我 我要回应神 我是很欢喜 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我欢喜神 所以我欢喜做神 我欢喜肚神喜悦 因为祂真的很美善 祂真的好得没有人有 这是我的动力 但我里面也有一个警告的声音 你不要犯罪 你犯罪会有这个效果 但我不是经常说不要犯罪 你跟着会怎样 我的主要动力不是不要犯罪 但在很多人来说 它是需要这个动力的 但这个危险性 将得救和成性完全分开 是有问题的 的而且那两个是不同的 不过他说 你得救 总之你信耶稣就可以了 这句话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 马太七章21到23节 说到凡清风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尽先国 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当时有很多人跟耶稣说 我奉利明传道奉利明赶鬼 奉利明赶鬼奉利明赶鬼 奉利明赶鬼都异能 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 他们没有处理生命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可以有很多问题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可以很严重 所以他的生命表现是证明他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他信心会有生命 他的生命证明他是得救 所以 他成性是证明他得救 我们不是靠成性得救 这句话大家再听清楚 他的成性 他的成长证明他得救 不是得救的方法 他会悔改证明他得救 他会遵从神证明他得救 他会侍奉神证明他得救 他会侍奉神证明他得救 但这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证明他得救 所以将成性圆圆分开 成性你没有成性 你不过有清二 我觉得这两个不可以这样分开 得救一定会成性 一定会成长 为什么我要重复说 因为这个道理很容易讲少少 人家听完就不清楚 只是记得一部分 便会变大云联 你讨论他的问题 这里是讲希伯雷罗《六章》 4至8年 但希伯雷罗《六章》 213月 我们刚时也有两个联谷 他说到要叫人离开 道理的道理 叫人政導入联系 他说到另一种人 那种人其实他们都是得救 不过没有成性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裡是說到我們不用去基本信仰 後面就說到它是轉了調的 如果大家可以拿本聖經看到它是轉了調 即是說然後輪到那些人 我們先回頭 輪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最初就說你們不要經常在根基 然後他就說第二件事 輪到那些人已經經歷了這麼多神的工作 但是他在離棄道理的時候 所以這跟最初說到基本信仰有些不同 已經是另一點 是另一點 一至三是說那些信仰了主人 永遠都在那個階段沒有成長 我們就不要經常在最基本的東西上 是要成長 即是那些人只想得夠大 但沒有想過成長 可以這樣說 但四節八節就是那些人就更衰 他們以為自己得救 其實就是連得救都沒有想 還走回副分 這就是離棄道理 所以兩個是不同的 第一節三節是說成長 四節開始就說到 如果有人故意犯罪可以有這個後果 離棄道理有這個後果 其實是何謂成長 成長 即是基督徒會繼續親近神 而神掌握世事和末期 所以一切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們聽完神的話是最好的 遵從神是最好的 而那些不順從神的人 結果也是很可怕的 今天還有沒有問題 其實家耳文的道理是甚麼呢 就是神揀選你 你就一定得救 你不用擔心你會失去救恩 有他好的地方 你是神所揀選的 你不用擔心 但有一個不好 就是他定義了 總於你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有些人就說我總之得救過 那個人以前得救過 他總之他怎樣也會回頭 但我們的確見過很多人是沒有回頭 他說那些沒有回頭 就當然是他沒有真的得救 我覺得不是要在這個 即是說他得救過 所以他以後一定得救 即是不用這一點 而是他一定是以後繼續親近神 遵從神 這個才是得救的表現 就不是著重他曾經試過一次 他這個是由一個神學的觀念開始 就是神揀選他一定得救到底 這是真的 不過他定義了揀選 就是他總之得救過就是揀選 而我們覺得 那些忍耐到底那些就是揀選 不是他總之試過一次得救 也有些更離譜的 就是他試過做這個 他們就用訣字祈禱 其實聖經沒有說過訣字的 聖經說到是我們死在罪惡過範 神叫我們活過來 但我們可以一起去做一個信靠耶穌 匯改信靠耶穌的祈禱 我就不會叫他做訣字的祈禱 因為當一個人真的想信耶穌 是他的聖靈改變了他 他已經改變了 有些人說他做過這個信主祈禱 那他就一定得救 那我就會說不是一定得救 尤其有些臨死的人 有些人就說他跟我做了祈禱 我說你每次探他都跟他講 你有沒有想起我們以前犯的罪 先講自己 我們以前犯的罪 有沒有求耶穌赦免 有沒有信靠耶穌做救主 有沒有遵從他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他跟隨你講 你說悔改認罪 好 認罪 好 求耶穌赦免 好 求耶穌赦免 他裏面沒有真心的悔改 他可以不得救 口說不一定得救 我可以講一下見證 因為我爸爸信耶穌的時候 我跟他脫辭了三次 因為我跟他脫辭了 我領袖就去醫院去探他 就問他 原來我爸爸說了一句 我心裡相信 我心裡相信耶穌 但我口裡不承認 因為他有一個毫特的謀像 在後來之後 真真正認 心真意信耶穌 是 是 有些人口說他可能 因為不好意思 有時只是一種表面 所以我們盡量幫他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穌 他就能夠得救 而我們也不用怕死 我會否失去救恩 我們也不用怕這件事 我們說我捉緊耶穌 耶穌是我的生命 我捉緊他 我們就可以肯定自己 繼續得救 我繼續信靠耶穌 耶穌一定救我到底 OK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祈禱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挑選我們 你拯救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是無窮無盡的恩典 叫我們能夠成為你的兒女 求主幫助我們珍惜你的恩典 叫我們不要隨便犯罪 因為我們知道 犯罪必定帶來破壞性的 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還有不要再犯罪恐怕遭遇的更厲害 還有情慾的事 是叫人不能夠承受神的國 是聖經很清楚的警告 聖經也說到犯罪 在罪中可以叫人離棄神 離棄真道 求主幫助我們堅持我們的信心 無論什麼情況 有任何人說什麼 我們都堅定地信靠你 首先我們的信仰有扎根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 我們去研究看到神是真的 也都經歷到神的作為 看到神的聖靈的感度 我們就真心信靠你 跟從你 讓我們肯定我們的關係 亦都一定結果指 我們悔改 信靠耶穌親近主 遵從主 去傳揚福音 去幫助人 真心去做 不只是做表面 有些人他表面去傳道 趕鬼 行二能 但他裏面沒有改變 求主幫助我們從心底柱說 我真是一個罪人 罪是破壞性 求主幫助我處理我的罪 求主幫助我得性 聖我的罪 求主幫助我遵從你 服侍你 多謝天父 可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